机械停车位拉起封锁线 去年1月一名金控公司副总 已是因为机械车位故障 不幸招假惨死 除此之外 人为操作失误 车主因此受困的意外也一再发生 台湾寸土寸金 尤其在都市区平面车位更是一位难求 因此机械车位变成不得不的选择 但安全风险却常在细节里 外头这种常见的机械停车塔 因为会有各式车辆停放 在车辆规格上 也比家用机械车位相容性更高出许多 营业用停车塔除了最基本的前后侦测 另外多了高度和车门侦测 至少有16个光电感应设备 在安全防护上更为完善 家用机械车位一个要价30万起跳 碍于成本以及后续维护费用 通常只有前后侦测 加上不会有专人24小时管理 相比之下安全性较为简陋 车位主自己应该很清楚 说自己车位是停什么车子 所以因为把握就比较少 因为了解 每天在停的东西 车子有分为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所以一般家用的车子 建商怎么去承造这部分 如果他车位想要多一点 当然车位是小车位 除此之外 业者也提醒 这些科技侦测设备只是辅助 车主下车还是应该先确认 没有问题后再离开 避免取车时发现爱车毁损 求偿无门 继续来程序文超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